奶奶 奶奶 奶奶您没事吧 奶奶 没事吧 怎么了 这里有钥匙吗 好点了吗 奶奶 好了 没事了 要不然我还是叫个车 送您去医院看一下吧 不用 不用 我哪儿都没摔到 就是太激动了 一下老毛病犯了 没事了 那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我来找我孙子来了 您孙子叫什么 我帮您找找 不用 我知道他在哪儿 不用 姑娘 今天多亏了你了 我得跟你们老板好好说说 好好地奖励你一下 不用 奶奶 我反正也要离职了 不用再奖励我 是这样啊 那这样吧 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我日后也得好好地感谢你啊 没关系 奶奶 真的不用 您没事就好 我还有事 那我就先走了 您慢点啊 奶奶再见 你把我孙媳妇 就这么藏在公司里了 你几个意思啊 怎么又成孙媳妇了 我都说了和她没可能 你都 你都跟人那个了 我们唐家的男人 什么时候学过一夜情了 奶奶 在您眼皮子底下 我怎么敢呢 嗯 我就说我大孙子不会胡来嘛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担心 你对女孩子不感兴趣了 奶奶 你怎么越说越离谱啊 既然有女朋友了 那就结婚吧 这是命令 奶奶 我们还没到结婚的地步 眼下只有把绯闻变成新闻 这样才能洗清 你风流浪子的恶名 也是扭转万贸 现在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 我不想让我的感情染上商业色彩 男人记住了 给女人最大的安全感就是娶她 这不是什么商业色彩 这叫终身承诺 您少看点言情剧吧 这是命令 结婚的事尽快办 我走了 奶奶我送您吧 不用 记着 晚上把孙媳妇给我带回来 我有事情跟你们俩交代 奶奶 这也是命令 帮我查一下密出现 越详细越好 也是扭转万贸 现在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 adora SHE 让咱们一出 下来我办公室 唐总 你这什么造型啊 你不是不想看见我吗 这是辞职信 签字吧 市民 给你送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订婚 得不到就要毁掉吗 还是这是你逼我离开江州的方法 咱俩的绯闻让万茂的处境很尴尬 所以我需要你跟我 现在对外观宣誓即将结婚的关系 限时六个人 事后我会给你两百万现金 有钱就了不起吗 我有男朋友 我不同意 你男朋友 是他吗 这钱 你调查我 知己知彼 才能合奏一关 我拒绝 那这钱你自己还 一出戏而已 你的眼睛我剩下任何 谁知道你还有什么阴谋 我对你 一日也兴趣 好 但我还有一个条件 说 这些钱算我借你的 这些钱我不要 合约期诉短为三个月 合约结束条件解除 同意 不仔细看看就签了 看在你帮我还钱的份上 我但且相信你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那么请问老板 今天有什么任务 下班后跟我回家 回家 孤男寡女 我不同意 跟老板 一方需要无条件 配合甲方一切诉求 我反对 反对无效 回家干嘛 吃饭 就吃饭 都说了对你没兴趣 恭喜你 喜提新生训 谢谢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未婚夫 这期资料终于整理完了 为了犒劳大家 近期连续交班的辛苦 今晚我请客 谢谢 天赐良心 今晚你可要好好交代 你和我们唐总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不不 我们只是 只是 暧昧期 那也可以聊一顿了 金玉系唐总的感情诗 我们都快好奇死了 对 我今晚也有事 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能有什么事 出入职场 可不要搞特殊啊 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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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秘初下今晚归我了 其他人去三角 我报下你了 我报下你了 这事你怎么来了 今天有个家宴 需要他出席 刘主管 可以特拼吗 可以 可以 当然可以 那提前住唐总和出嫁 用餐也快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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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明目张胆地去找我 这叫事前铺垫 只好官宣才更有可信度 唐总真是深谋远虑 把真身服装换了 等一下要去见奶奶 真毒 唐总眼光还不错啊 就是这个尺码会不会有点小啊 整个时装界都没有人敢质疑我的专业能力 那晚虽然喝的有点多 但我的眼睛就是尺 不是 我想说的是 我的手感 总之 我想说的就是我的记忆力很好 过目不 我换衣服了 奶奶 女人 原来是你啊 原来是你啊 奶奶奶 您没事了 这缘分啊 真是奇妙 没想到 咱们俩这么快又见面了 我也是没想到 唐总就是您的孙子 多好的孙子呀 在家就叫名字吧 还叫什么唐总啊 在公司就要习惯了 毕竟没对外官宣 我们还是想以低调为主 我记得你之前说要离职 是不是景行欺负你了 奶奶给你撑腰 没有没有 景行对我可好了 就是没事的时候 让我爬爬楼梯 送送文件搬搬水 在他不开心的时候 让我离他远一点 在他开心的时候 让我给他包包汤 做做饭而已 其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怎么能让他 干这么重的活啊 奶奶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可没有 唐总只是在鞭策我 其实还是很心疼我的 从今以后 你来服侍初夏 他每天工作累了 你回来给他捏捏背 泡泡脚 家里的燕窝 每天给他炖 照顾不好他 我拿你试问 这不有孙妈妈 怎么还能让我亲自服侍呢 你亲自做了 才能体现出爱意呀 是不是 初夏 奶奶这样说唐总 唐总该不会生气吧 他敢 你以后就是唐家的女主人 拿捏住他 奶奶 我才是您亲孙子 等初夏正式进了门 我们俩呀 肯定还更亲近 你呀 不用争风吃醋 赢不了的 奶奶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初夏 保证您在过几天出国后 把他养得白白胖胖 出国 这小子的婚姻大事解决了 我就可以放心地周游世界了 你记住了 我不在的时候 一定给我照顾好 我的孙媳妇 那是当然 奶奶放心 保证在奶奶回国之后啊 见到的是一个 完完整整的孙媳妇 我好感动啊 看你们俩这么恩爱 我决定了 从今天晚上 初夏 你就搬进来一起住吧 同事 看见没有 咱们家呀 就是这么个格局 被你搬进来以后 什么衣帽间啊 婴儿房啊 什么房间 都让你随便设计 奶奶 我们两个还不能住在一起 毕竟在一个公司 办公室恋情 我们得低调一点才行 这点呀 你放心 咱们万贸 没有那种什么办公室 不许谈恋爱的那种 反人性的规定 我和景行的爷爷 当年也是办公室恋爱呀 这叫什么 上粮就不正 下粮随便歪 奶奶 奶奶奶 不是这样的 你说 我们两个整天 溺外在一起 这新鲜感 不早就磨没了吗 唐景行 我看你是皮痒了 怎么能当这初夏的面 就说这种 没有新鲜感了的屁话 实话实说而已 孙媳妇 你看见没有 男人就得严管 要不然他就有歪心思 景行他爷爷 就是被我管了一辈子 临走的时候 对我那是念念不忘啊 您还念念不忘呢 爷爷都走了二十多年了 您貌美如花能力强 咱不找个夏家 我就是因为 貌美如花能力强 除了你爷爷 谁也配不上我 初夏 景行这么优秀 你又这么漂亮 还不抓紧时间 弄出点周边来 这你懂啊 什么周边啊 就是生孩子呀 非得让我说得那么直白吗 奶奶 奶奶 她 她不行 我不行 我怎么不行了 身材 脸蛋 学识 财富 还有健康指数 哪点不吃接近晚分 行了 行了 你别再炫耀了 你那那么大的短板 你的性格 你怎么不说说呀 奶奶 我是您亲孙子 您怎么能抹黑我呢 初夏 奶奶不是催生 也不是着急 让你们生孩子 就是有一点要求 我的曾孙 生出来那性格 可千万别随他 唐老太太 唐老太太 好了 我也该走了 这个家就交给你们俩了 好好地过你们的二人世界吧 您不是下个月才走吗 提前了呗 不要和我那些西洋红的姐妹们 周游世界了 不行 你个奶宝男呀 能不能别这么粘人哪 你说我一个老太太 管理就万貌好几十年了 好不容易看到你 能撑起一片天了 你能不能让我也当当 甩手掌柜的呀 可是我们两个 为什么离那么远 好好地相处吧 我房里有惊喜 千万不要辜负我一片苦心哦 替我盯着他们俩 如果有风吹草动 马上就向我汇报 放心吧 不出一年 您就等着抱冲孙子吧 好嘞 这个监控有人脸识别 每晚你们俩都要在这里给我打卡哟 打卡成功 感谢您没把这个东西对着我的床头 我是变态吗 不是我说 有孙妈了 要这晚上干什么 这叫人工智能双管齐下 快进去看看 我给你们准备的惊喜吧 行 走吧 你奶奶对待你每一任女朋友都这么大牌照吗 我从没带女孩回过家 帅气又多金的万贸总裁竟然会是母胎solo 不知道奶奶要看什么无脑偶像剧 整出这么特别的东西 连这个都是名牌 奶奶真的大手笔啊 这个怎么穿啊 不许穿 你别扔哪 这逛二手网站能卖不少钱哪 谁买二手睡衣 掉牌没摘就行啊 唐总该不会是害兴了吧 嗯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注意你的严性举致 我还是很相信唐总的人品的 那个 咱们今天晚上怎么睡啊 要不 你地上 我床上 唐总这么绅士 应该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在这里 我是甲方你是乙方 注意你的职业操守 我们明明是互利共赢 哪有什么 除了互利共赢 我还是你老板 老板请 这唐景星床比你人品好多了 唐总 你这么有绅士风度 奶奶把传宗接待 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该不会让奶奶失望吧 要不然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吧 领养 不行是吧 也对 你们大家族在意学员关系的 要不你使用超能力 找一个不需要你哄的试试啊 反正生孩子嘛 也就那么回事 我何必非寻找别人 先成功不就某一个 我错了唐总 我脑子不行 我死的孩子是不行的 你放过我吧 既然你这么有次支持你 让我参见放过你 你别咬 你别咬 我没咬 我也没咬 可能奶奶整门了定的妙传 这么不小心啊 可别摔出伤了 定婚现场 就变成了绯闻现场 定婚 这位是何尝熙 作为我们的首选 不要挨斗 换 白右兽和公司气质不符 即将回国的当红艺人江芷熙 她的咖位与形象 运文外貌十分地匹配 而且她的团队 那是相当地苛刻 我们 洋溢下水 这是你们要解决的事情 万贸花高薪请你们过来 是让你们再教我做事吗 唐锦翔 帮我拿下浴巾 总之 给你们一周时间 赶紧给我检许 听见没 好 别再装听不见哦 奶奶可是叫你照顾好我的 姜指息还不错 方总监 你亲自去一下 尽量达成合作 好的 对 我们正在与她的团队 进行密切的沟通 然后呢 我也想起 唐锦翔都怪你 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腰松废土的都怪散架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我们看到了唐总 这么私密的一面 不会被灭口吧 秘书夏 我说你作为总裁夫人 能不能注意点形象 为了穿得进你订的那个礼服 我每天睡硬地板就算了 还得天天吃草 没精神装淑女 喂 我的订婚宴都准备好了吗 唐总放心 已经按照唐老太太的想法执行了 好 晚茂总裁唐锦馨 将与本周六宇神秘女友订婚 密初夏 进了大公司就是不一样啊 连工作服都是西装呢 等我哪天升职了 还给我配车呢 人家不止工作好 还有个舍得给她花钱的女朋友 咱咋就没这个命啊 就那小白兔啊 摸都不让摸一下 我要不捞点钱多亏啊 沙南雨露 你这句能排第一 哎老同学 王长 你女朋友都要和我帽总裁订婚了 你竟然还在外面赌 美初夏订婚了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 你天天在想忙什么 我这不是在外面挣点小钱呢 现在我有个赚大钱的机会 你要不要 好好好 就按你说的做啊 奶奶的评论还是那么土味 又让我想起那样方式的清晰 我美就好了 一般美 没品 感谢大家先来参加唐景晴先生 和密初夏女士的订婚仪式 小鱼 看你还能笑多久 好 下面有请二位交换订婚戒指 有请 好 我以为会是个鸽子蛋 没想到是MS灯 道具而已挑三解四的 当我结婚的时候 当然会买一个鸽子蛋 不知道哪家倒霉姑娘会嫁给你 反正不是 好 那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条 有请我们的准新郎 亲吻 准新娘 准一尸吧 准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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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你上场 好 谢谢 你 你 没想到唐总还挺有当偶像剧男主角的潜质 你配合得不错 可惜不会是女主角 好 谢谢 下令我宣布 酒宴 开始 你是复合果仗吗 不好意思啊 视觉上 怎么会有这么相似的两个人 初夏 其实我今天找你 是想求你把景星还给我 把景星还给你 什么意思啊 唐景星是我男朋友 那天我临时有事 才错把我们俩的房卡给了你 初夏 我真的很爱他 你不是有赵杰凯了吗 你把景星还给我 好吗 所以那天你说你要送给我和杰凯的礼物 房间里却是唐景星 是因为你拿错了房卡 他本来就只有一张房卡 怎么可能拿错 不是 万贸展台模特 林晓东相见 信心 你冒充我女朋友的事情 暂且放一边 你先来解释一下 当天晚上酒店的监控视频 你冒充我女朋友的事情 暂且放一边 你先来解释一下 当天晚上酒店的监控视频吧 这 解开 初夏 我公司有点急事 我得先走 你别急 我马上就回来 解开 希望下次带艾雷克先生设计的项链 不是以时拍模特的身份 而是主模特 我希望 那就期待艾雷克先生 为弯帽设计的专属他做的 那我就提前感谢唐总 和艾雷克先生的提拔了 严肥 好的 拜拜 唐总 唐总你没事吧 喂 乐观的大秀 今晚 好 我带着护照 我马上赶过去 初夏 小彤 我来给你送 生日礼物 给我下药 提前订好房间 你铺垫这一切 却把自己的闺蜜 推到了我的床上 你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小彤 这都是误会对吗 你说话呀 没有误会 你那天会和唐紧晴睡在一起 都是我设计的 小彤 那天每个环节我都安排好了 可是我突然间到的 帮高定走秀的旧场邀请 这种机会能降临在我这种 小摩托山上是老天在帮我 如果我能拿下这个资源 我以后在摩托圈 就不再只是吉吉无名了 我也能和景星更完美 所以你把我送到那个房间 我也是你设计的一环 那时候他已经喝下那些药了 我不想让他随随便便找个人谢我 你很干净 又有男朋友 我料定你事后不会跟我争强些什么 甚至都不会知道是我错的 所以我才让他替我去陪你 小彤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利用我 米初夏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你今天所享受的一切本该是我的 你要是不想要的话 还给我 林小姐 请注意你的用词 我从来没有属于过你 你也没有立场决定我的归属 可是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会外貌站台三年了 我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 难道我追求我喜欢的人也是错的吗 林小彤 我们的友情结束了 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太难看的话 你就别闹了 庞晴晴 你宁愿娶蜜出下这样一个平庸的女人 你也不愿意看看我吗 林小姐 如果你当初没有动那些歪心思 那至少现在你还是万贸的御用模特 但我现在告诉你 你已经被万贸解约了 我为了你 为了万贸我做了 你不能这么退我 如果你继续发疯 我就把视频全部发到网上 到时候你想都会 我都帮你 保安 晴晴 我错了 你听我说你原谅我 你听我解释 带走 林小姐 请你离开 你自己会走 秘书夏 我要为我之前对你说的那些话 向你道歉 我之前误会你们两个心人跳 但看到视频之后 才发现你也是受害者 那我也要为说你是无理男 说对不起 看到一个女人为了接近你 能如此不择手段 我就明白你那天 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了 看来当一个年轻有为的商界才俊 不必当明星轻松啊 在外人看来啊 我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 天生富贵面 但我也是从机枪一步步走到今天 摘了那些照片 给我安上了一个风流浪子的标签 差点就葬送了爷爷 创建四十多年以来的家业 所以我不得不私自占用你几个月的时间 陪我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 让我给你一个安慰的拥抱吧 收费吗 咱们都算是共患奈的交情了 就当我这个小员工给你当老板的福利 多好的孙子呀 你占我便宜啊 我是替奶奶说的 我也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我的大腰子 我的口肥肠 我的长肿包 我的榴莲蛋糕 我活过来了 这就是你说的大餐呀 你知道为了减肥 我有多想吃这一口吗 没想到你喜欢吃榴莲蛋糕 那一次啊和老鼠肉 哪有老鼠肉啊 你手上这个 你不肯行吗 逗你的 那你吃 唐景星 你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你在吃我吃剩的串串啊 目测这几块你都没动过 怎么 你又穿人变 传说中的霸道总裁 不是应该很嫌弃路边摊吗 你少看见那些无脑偶像剧 该不会你这些都没有我的份吧 也 也可以有你的份 唐景星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一餐三百块 你谢我 你也太容易满足了吧 你说说一个聪明绝顶的霸道总裁 怎么撸个串 笨手笨脚的 给你 我 你胆子有点肥啊你今天 你这么大一个总裁为了安慰我 还要吃这些你也不爱吃的东西 我当然很感动啊 少给自己脸上贴金 我哪有贴金啊 本来我就很美 好吧 咱们这要是在演偶像剧啊 咱们无脑的这种台词 别人肯定会吐槽死 可不啊 作为资深偶像剧美少女观众 我就喜欢看小情侣吵吵闹闹 这叫做有爱而且接地气 行 静 资深美少女观众 静 资深偶像剧非目标用户 赵杰凯 你个王八蛋 静小松 你个骗子啊 她们两个 她们两个合伙 把我骗得团团转 因为你好骗啊 我要把她们两个串成串 让我生起东京大猎谷 你叫东飞大猎谷 赵杰凯 你叫东飞大猎谷 赵杰凯 我实验瞎了才会喜欢你 闺蜜心跳了才会想把自己交给你 幸亏那天晚上不是你 不然就太恶心了 你这个王八蛋 你 吃女人太可怕了 是她们要的什么爱情 我要做女强人 我要赚很多很多钱 多大可以收购万贸那么多 钱 别出现你 都真甜 别说什么 闭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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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们家筑大厂 没靠手啊 闭初见你属狗的吗你 闭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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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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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该不会打架了吧 我保证 谨遵唐景星先生的禁酒令 唐景星 唐景星 你叫挺胜口啊 秘初夏 是不是昨晚那顿酒 全怪你胆子里了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是那个 任人拿捏的卑微秘初夏 请叫我扭呼噜初夏 我们 是站在同一条战线的同志 一起走向人生巅峰的合作果败 说人话 从现在开始我要专心搞事业 做一个让他们高攀不起的女强人 没有因为失了恋就一蹶不振 还不错 不错 唐总 谢谢你 昨天还是帮了我很多的 其实你只是嘴巴毒 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那算一张好人卡了 算小红花 是吗 自恋 我们现在都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了 总不能那么客套吧 不过在公司 我一定会公私分明 唐总至上 请唐总放心 随你吧 今天周一再不赶紧醒书了 等一下自己挤地铁 老板 你是要带我去公司吗 还废话 老板 废 我很快 老板 你好 还是叫我初夏就好了 这个称呼我不太习惯 好乐 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昨天不是刚办完订婚宴吗 怎不多休息一下 就是啊 都是老板娘了 还用得着什么可守规矩吗 既然是来公司上班 既然是来公司上班 肯定要遵守规矩啊 嗯 嗯 真是我还不要的 真是我还不要的 还是发现 这一天 小雅 或花 儿子 小雅 主管 主管 老板娘 不 我今天没什么工作安排 你猜要不要我帮你做点什么 要不你把咱们门店的上新情况 整理一下 好呀 好呀 挺简单的 好 这间公司在挑选单人 营销部人手不够 需要大家帮忙整理一下资料 你们是有空啊 大家仔细看一下有时间啊 我最近在准备下季度的新品设计稿 真的没时间 我这边也忙得不行 每天还要加班 实在是没有额外的精力了 不好意思 最近哪有空 我也特别特别猛 我有空 要不我试试吧 老板娘 这不太合适吧 我可以的 那就辛苦你了 这上面呢 是箱单 你按照上面弄就行 保证完成任务 如下你要是遇到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虽然说我可能也比较猛 但我一定会照时间帮你的 嗯 他要是没空的话找我也可以 谢谢你们 哎 你说这个秘初夏 望着总裁夫人的好日子不过 非得来上班 除什么呀 他现在呀就是个未婚妻 总得找个机会证明自己 不然一直当个花瓶 哪天没换她了都不知道 也对 像唐总身边 有样貌有势力的女人那么多 我本以为湾茂集团未来的女主人 会像是 走以那种从基层就跟着唐总的心服 没想到 是个刚毕业的 黄毛丫头 哎 就这么个黄毛丫头 除了会媚活男人 还能干什么呀 嗯 一想到我还要给她收拾烂摊子 不是皱纹都出来了 她那么爱出风头 以后肯定要回到唐总身边的 你担心得太早了 啊 哪个狠角色会为了赚钱在这里 累死累活的 秘书下 加油 好好干 证明自己不是个花瓶 花瓶 说明他们觉得 我还是挺好看的 大家好 叫我老板娘就好了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总裁夫人 叫我魅总就好了 嗯 算你们有演过 啊 什么呢 是 你想想想想想想啊 很多人还没有想想á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晚加班上大开店给奶奶没关系了 秘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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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秘书相 加班 嫁到夜不归宿 你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地方完成得不错 下次再换个方案啊 好嘞 初夏 资料整理得怎么样了 都整理好了 我现在传给你 好 记得那个步骤 再好好处理一下 好的 我找一下 等一下 我明明就放在桌面上了 你再仔细找找 初夏 你真的整理好了吗 可别耽误总监的工作呀 我真的就放在桌面上了 这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总监实在不好意思 初夏毕竟是个新人 要不我换一个人 给你再整理一下 不必了 现在再做也晚了 我还是自己做 我 我 我真的都整理好了 我相信你 你也别难过 不过 你做也不一定做得合格 是不是 诶 这种中间 不 不 这种中间 你也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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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就倒了 这什么狗鞋剧性 一手下号脑上是长眼睛了嘛 也太会帅了吧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电脑在这儿 我检查了 真的没有这些资料 你们职场游戏怎么玩 我从不插手 当你生日部门主管 心里总要有个痛 我会管好下面的人 别只静着下面人看 上梁端正下梁才能不走外路 是是 唐总教会的事 那我先去工作了 医生 怎么样 唐总 蜜小姐睡眠不足 而且还有低血糖 我已经给她输过药了 辛苦了 好 我怎么会睡在这里啊 夜不归宿加戴心睡觉 真有你的呀 蜜初霞 我昨天晚上加班到太晚了 我怕迟到所以就睡公司了 你是觉得万茂离开你就转不动了吗 还是你想能拼命三郎啊 我不是刚接手还不熟练吗 对了 我的文件 我的电脑 自己看看去吧 我的资料 被删掉 被删掉的资料 已经找回来了 下次记得 离开工卫室 记得锁平 唐总 我没发现你还要当IT男的潜质啊 看你头发这么茂盛 我都没看出来 能力越强的人越低调 所以 你对我的崇拜 需要克制一点 唐总 YYDS 什么YDS 永远单身 你祈祷自己别一语成衬 从明天开始 你调到总裁办 当我的私人特助 年薪翻倍 年底十六薪 我已经交代好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唐总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少臭美了 我是怕你穿帮 把你留在身边可以好好监督 那我去当你的总裁特助 做一届怎么办呢 他已经被开除了 为什么 在我的亲自监督下 想要查出对你的资料 做手脚的人 只需要五分钟 可是做一姐 为什么会删我的资料呢 身在职场 需要多长一只眼睛 防人置信不靠 多亏了密出下的资料 我们对姜芷希 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监测 结果推荐合作 好 你去通知法务部你一下合同 散会 我本子呢 唐总 我有些工作的事要跟您汇报 您现在有空吗 你是 我是营销部的实习生千千 等签下江主席之后有活动 可不可以多带我呀 我想跟唐总多学习学习呢 可不可以吗唐总 唐总 我是营销部的实习生千千千 等签下江主席之后有活动 可不可以多带来我呀 我想跟唐总 我想跟唐总多学习学习呢 可不可以吗唐总 可不可以吗 唐总 可不可以吗 可不可以吗 老公 会议还没结束啊 爸爸娘 不是说等下带人家去吃兔兔吗 兔兔 营销部市出了什么问题啊 需要你一个实习生 占用总裁的时间 跨集会报 那个 菲菲啊 是千千 不重要 你的工作内容 直接找谁属领导讨论就可以了 老婆 想好去哪儿吃了吗 那我先去忙了 眼气不错呀 来人钱财替人挡桃花 这是作为总裁特注的分内之事 那个 你今天说话的语气 可以继续保持 不 一页范围之外 那是另外的价钱 我加钱 你升级服务 我才不会为了钱 出卖我豪放的灵魂 那加倍呢 前辈